大家好 又到Bord Game Base 玩一次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個遊戲 叫做 Deep Dive 最新推出的 Kickstarter 遊戲 又是這三個作者 就是 Ponsard 的三個 這個遊戲是 Push Your Luck 的遊戲 支援一至六個人 大約玩二十分鐘 十歲以上 我們今天 試一下三個人 有我 我用粉紅色的 Power 黃小褲 小吉 我們每人 有三隻企鵝 目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賺食 潛到水底裡 找食物 潛得越深 食物越高分 越淺 越低分 我們要收集一些不同的顏色的食物 有紅色 黃色 綠色 只有三隻企鵝 有些Pattita 沙魚 殺人瓊 海獅 有些Pattita 會搞我們這些奇我 我們先開始 首先由POWER開始 我會有個起似玩家的Tile 最後最後 Endgame 的時候 其中一個 海洋有五個Level 1 2 3 4 5 分別就是 由這些 圓點 表示它的Level 1點就是Level1 2點就是Level2 根據我們的Woolbook 設定了 每一層Level 抽起了三個 大家不知道抽起的是什麼 其中一個Level 清光了 沒得拿 就會把這個Tile 轉成 最後 最後再玩一次 最後一回 最後一回合 那就是Endgame 鬥高分 那我一開始 就要在Level1 最淺水開始 我選這塊 這就是 一隻蝦 紅色的一分 我可以 現在這個時候 不貪心 我就可以拿 拿回水面 這樣就完 那我當然是 再潛深一點 好 開這塊 Level2 哎呀 果然是Push了我 那我已經 中招了 這隻海獅 已經想吃我 那 我就trap了在這裏 trap了Level2 先跟它玩 好 那到小虎了 小虎呢 這個時候 他可以拿了我的 紅色的蝦 回去 就完成了 但是 一分那麼少 小虎當然是貪心 開旁邊那個 咦 水泡 水泡 就意思 就是 逼你再下去 下一個Level 好 那小虎去Level2 開 嘩 三分的鞋 小虎拿不拿呢 小虎又再貪心一點 再下一個Level3 開 嘩 四分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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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個Level4 好 小虎說 再去Level4 再選 嘩 六分的鞋 紅色 反正都是 不如去Level5 好 哎呀 小虎中了鯊魚 鯊魚 咬住牠 好了 那到小吉了 小吉又來了 那當然不要Level1 咦 石頭 好 石頭呢 就是當你拿回去之後 下次你就可以用了 那 石頭有什麼用呢 就是你可以任你去哪一個Level都可以 那小吉當然先拿去 好東西來的 那小吉呢 拿了石頭就完成 今個Turn了 那到我了 我還有兩隻 那 那我又踩Level1 不是吧 啊 中了 真是不幸 那小虎 好 小虎Level1 好 水泡 Level2 繼續 哇 兩分的鞋 小虎 小虎來到這個時候 就 好 再開Level3 哎呀 小虎又中了 好 小吉 好 小吉 開個Level1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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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Level2 哇 4分的鞋 好啦 小吉呢 小吉不貪心 小吉拿了這個 紅色的 4分的鞋 就算了 好 那到我了 我呢 就 我呢 既然有一隻 在Level1 Trap了 那 我就可以Skip 那Level2 又Trap了 那我又可以Skip 那我就 直接去到Level3 那Level3 其實已經有一個 4分的鞋 在 但其實Level5 有一條 6分的鞋 那我就不如 駁一駁 開Level3 咦 又是5分的鞋 那 我不要 我下來 Level4 我拿這條 拿這條 6分的鞋 好 到王小虎 王小虎 又來開Level1 然後再跳到Level2 再駁 哎呀 好啦 小虎 又被Predator捉了 中了 那怎樣呢 這個時候他3隻Ki'o都中了 那他呢 就可以3隻Ki'o都會釋放 那他呢 就可以收取禮物了 他的禮物呢 就在任何他3隻Ki'o的Level 拿一張開了的Tile 那當然是拿最高分 又最適合他 好啦 那他拿這個 這個 是不是黃色的魚呢 好 5分 拿了他 那他這幾個就可以 全部回上岸 下次再來過 拿了5分的魚 那呢 就到小吉了 好 小吉 用石頭 小吉 用石頭 丟掉 好 用完丟掉 那就直接去Level5 嘩 哪一塊呢 好 這塊 啊 鯊魚 哎呀 浪了石頭 拿了一條鯊魚 那到我了 我剩下一隻Ki'o 我又是這樣 Skip 去到Level3 去到Level3 不如拿 紅色的魚就算了 既然有條 不用冒險的 好 就拿了他 那呢 相同顏色 就會這樣打動 砌下去 我們有三種顏色 紅色 黃色 好 好 那我現在呢 暫時拿了六分和四分 不過呢 待會最後講一講 計分是怎麼算的 那又倒回黃小虎了 小虎又來過了 小虎又來過了 小虎又開了 嘩 石頭 石頭 鑼 當然是 小吉了 小吉呢 就 好 開了 好 跳下去 嗯 再開 四分蟹 四分蟹 好 小吉好害怕 小吉好膽小 那他就拿了這隻四分蟹 就算了 好了 現在看到小吉 就已經 組了 兩隻了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講一下 計分是怎麼計的呢 好 舉例 現在小吉這樣 這樣 這樣 就算了 拿了我這個 給小吉 組了 小吉 拿一隻 要找一隻 黃色的 好 這條魚 好 舉例 我放在中間 舉例小吉 現在最後 玩完了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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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顏色 組成一行 這一行 就可以加了 分 這裏 4加4加2 就有10分 這裏 6加3加7 哇 這裏有16分 這一行 完成了兩隻顏色 一隻顏色 還差兩隻顏色 整行的分數 隨意 所以 4除2 只有2分 這裏有2分 就算了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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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橫 逐行 總數 就算了 就算了 這個遊戲 什麼時候完成呢 就是其中一個等級 清掉了 即是開了所有 這些圖片 就會把這條片 再把這條片 反轉 再玩完最後一回 就會結束 這個遊戲 沒想過原來是這麼刺激 這麼好玩的 初初以為 很簡單 一般 誰知道 玩到最好興奮的 就是當你們 看到 對方 踩了一些沙魚 幫你 被捕了 捕了 然後 可以拿一些高分 或者剩下一些 可以撿死雞 撿這些6分的魚 可以有石頭 飛到Level 5 非常之好玩的 還有 你是有策略去儲 這些不同顏色的組合 例如你只拿一種顏色幾高分 都沒用 如果你組不到一行 完整的三個顏色 你是一半分的 好 這個遊戲 我只是試過四個人 希望試到六個人 我相信更加有趣 好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